哈喽我是大脸喵 最近有朋友问我在制作硬表面模型的时候 如何才能做出比较整齐的切割线呢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使用Chazel笔刷不就可以画出切割线了吗 没有错确实可以用它来画切割线 但是只限于当前这个平面 那么像这种转一圈的切割线用笔刷来画还是很累的 尤其是在笔触和笔触接触的地方 很难保证笔触的连贯性 这期的分享就是如何制作一整圈比较整齐的切割线 首先这个模型是没有细分的Denomash的模型 主要是做概念设计用的 按住Ctrl使用套索遮罩 那为了更好的控制笔刷呢 可以打开Lazy Mouse 剩下的工作就是使用遮罩笔刷画出切割线的位置和形状 当然使用别的遮罩笔刷呢也是可以的 总之就是画出切割线的形状 画好了以后呢在遮罩下点击锐化遮罩 多点几次这样可以让遮罩的形状呢变得比较实 接着CtrlW把遮罩的部分变成一个新的组 然后CtrlShift点击这个组继续再返选 CtrlW把这部分也变成一个新的组 这样整个模型就根据切割线的位置分成了两个组 接着还是在遮罩这里 按特性遮罩这里只勾选组这个选项点击 可以看到切割线的轮廓就出来了 然后点击扩展遮罩增加切割线的宽度 CtrlW把切割线也变成一个组 模型就变成了三个组 接下来在几何体编辑下找到边缘环 准备使用组环这个功能 但是呢最好不要这样直接用 如果这样直接点击那之前做的某些细节就会被平化掉 再重复播放几次 可以注意一下它的变化 那么平时做造型的时候又不能只做一两条切割线 执行的次数多了的话呢 那之前的细节就都被平化掉了 主要是还很难注意到 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呢已经晚了 那么怎么才能避免之前的细节被平化掉呢 CtrlShift点选这个部分 遮罩这里指勾选边缘点击按特性遮罩 接着多次点击扩展遮罩增加边缘的范围 然后返选遮罩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再执行组环看看效果 把这里放大看看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点击组环以后可以看到原来的细节呢并没有受到影响 整个的边缘这里呢也处理的非常的平滑 接下来另外这个组呢也是同样的操作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的去演示了 最后就是中间的切割线部分 这里呢不用遮罩 直接点击组环就可以了 然后去掉遮罩 CtrlShift点击切割线的部分 Ctrl点击遮罩这个部分 CtrlShift点击显示出全部模型 然后反选遮罩 接下来使用变形中的膨胀 把切割线推进去 先不要着急去掉遮罩 Ctrl点击模糊几次遮罩 接着执行抛光处理 这样呢就得到了比较整齐的切割线了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希望能帮助到你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的你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收看